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恐懼模組 我是老頭Old Man 今天呢 繼續我們的方舟擴展包 欸不是 是恐懼模組的擴展包 我們之前前幾集呢 都找到了這些看起來非常驚悚的生物 然後 以及上一集那個船長 現在把它放在上面 讓它高高在上的樣子 欸 我們除了 我們上一集除了抓這一隻跟上面那隻之外 還有哪一隻啊 好像沒有了吼 是不是 我們上一集有抓這麼少嗎 嗯 算了 反正呢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直接 繼續探索一下未知領域 未知領域的未知生物 我們一樣是騎著我們這一隻 天空屍舊獸 我們來去探索一下 而且呢 順順道一提好了 老頭呢 又裝了他的恐懼模組的 恐懼模組的那個什麼 上次是裝異變的擴展包 這一次是裝 焦土大陸的擴展包 就是說他會新增一些 焦土大陸的恐懼生物 還有異變的恐懼生物 不知道會不會找得到啦 上次有講過說我找到嘛 但是後來突然消失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再去找看看 哈囉 各位兄弟們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前面有一隻 全白色的 白化的嘟嘟飛龍 而且他是阿法等級的 他這個跟我們現在所裝的 拓展包 不是拓展 擴展包 應該是沒有直接關係啊 但是呢 我覺得他長得還蠻帥的 因為是全白的 一個全白化的一隻嘟嘟飛龍 而且是阿法的 有點想抓 哇 他現在看到我 哇 他居然會三種 會毒跟電喔 哇 你該不會到時候 連噴火都會了吧 有必要這麼兇嗎 我有點想要把他抓下來 他走掉走掉 我們找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點 這個點射得到他嗎 射不到 我們看可不可以抓他好了 我記得我有很多傳送門可以 很多專屬 專屬馴服道具阿 這個點應該是非常的不錯 不行 完了他在那個點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他有什麼受傷 他是被什麼東西咬到 那個咬到阿 算了不管了 這個點非常不對阿 這個點非常不對阿 而且我現在在勾爪為什麼不見了 現在是00捏 再不能使用勾爪前提之下其實是很危險的 掉下去就上不來了 哇哩咧 哪會這樣呢 都怪不得了 他在這裡 速箭速決 靠北 完了死定了 Don't forget 我差點死阿 我的天阿 等一下這傢伙沒辦法暈 我的麻醉蛋不管用 怎麼可能 誒這隻不能抓啊 誒我剛才差點真的死掉 摸一下就半條血了 他會不會追來啊 因為我還是要檢查一下我的裝備 他好像真的追來了 哎呀 我記得alpha可以抓啊 怎麼不能抓啊 射下去不會暈 他應該沒有追來 不妙喔 他翅膀拍過來了 越來越大隻了 哎呀真的是很煩 算了去死吧 可惡 阿法咪就可以抓 我覺得應該是我身上的那個彈藥的問題啊 這種彈藥對他沒有效嗎 我記得是有效的啊 哈囉各位兄弟們 哎呀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沙漠地區 那這個沙漠地區呢 我們終於找到擴展包的新生物了 傳說中的 那個捲地鼠 應該是念捲地鼠吧 我忘記他在意邊叫什麼名字了 然後這一隻呢 居然在這裡會出現 我覺得也很奇怪啊 照我來講沙漠地區 應該是不會有這種生物才對啊 但是 哎居然有兩隻 哇怎麼那麼多喔 這邊是等級7 而且這也是等級7耶 是怎樣雙胞胎喔 這種這種傳說級的應該是可以抓吧 我們抓看看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身上應該有這個槍 哎呦一槍一槍暈 太好了太好了 趁現在 可是我有點忘記他吃什麼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螳螂哥 為什麼不能開牠開牠包包 欸 我被咬了 是咬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這個暈了不能抓 欸不能開牠包包欸 什麼情形 哈囉 等一下 你這傢伙該不會是不能用暈的 要丟蜂蜜 該不會要丟蜂蜜吧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這到底要怎麼抓啊 這傢伙 我去查一下這到底怎麼抓好了 好啦 老頭剛剛試了各種方法 後來發覺呢 這個 他這次改版之後好像有一些那個 那個道具的指令召喚好像沒辦法使用 所以說這種生物的話 目前應該也是沒辦法正常的管道馴服吧 所以說我覺得我還是就是 直接來個強訓好了好不好 就跟上一集一樣了 我發覺現在這個改版啊 他以前就有的指令 有一些不能使用了 導致這個運作上的困難 好吧 我們就只好使用強訓的方法 先把它馴服下來再鎖好了 然後這邊居然多了一顆蛋 這什麼蛋啊 他應該是不會咬我吧 看起來好恐怖喔 什麼 凸鷹蛋 我這麼大一隻欸 哈囉 Hey man 強訓了 我們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跟異變版的 沒什麼差不了多少啊 只是他好像鼻翼變版還要大隻的感覺 有啦有啦 鼻翼變版還大隻 大概大個1.5倍左右吧 看起來有點噁心欸 那都是皺褶 噁心 多爾滾 叮叮叮叮 不過 呃 他的優點 他那個體力值還蠻高的啊 好不好 撞死你撞死你 撞幾下就撞幾下有沒有 啊 但缺點一流季王很缺點 轉彎速度慢了點 欸為什麼那個傷害這麼低啊 為什麼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轉 啊沒打到 我還撞前面那隻蟲 啊車禍了車禍了 那個撞的聲音 還蠻帶感的 還蠻帶感的 你攻擊在頗高的啊 哼 我想說走那麼慢會不會是因為負重的關係啊 來來來 果然是負重的關係 現在走順多了 不過他就是一個傳說級的啊 所以說他的血量跟他的攻擊力 以及他的速度其實都是有所提升的 你看他就開始吃土了 開始吃土了 都沒有給他吃東西 你看他2跟什麼樣3b8 好餓到吃土了 來來來 從今天開始 我不會再讓你餓肚子了 好先送你回家 好像沒有傳到樣子 喔有有傳到了 太棒了 我們多一個小夥伴了 來來來 我們繼續去找 我記得剛剛我們在路上的時候有看到一隻 好我們現在過去看一下 哈囉各位兄弟們 來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一隻呢 就是 阿法的蜘蛛王 那後面的意思是什麼意思我就不清楚啦 為什麼會一直往下飛 為什麼他咬到我了 他的屁股會攻擊人 喔不對是他的小蜘蛛弄到我 把小蜘蛛弄死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好像拿到望眼鏡了 來 噴一下 你的小孩清潔溜溜啊 這隻應該是可以抓啦 我們就將就一下把他帶回家好了 為什麼 不行 嗯 我以為可以抓欸 怎麼現在都不行啊 誰啦走開啊 哎呀洗吧 哇 為什麼都不能抓啦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 我現在是裝什麼子彈阿 阿法子彈 難道是威力不夠嗎 嗯 啊這是什麼 這個是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啊 試試看試試看 這個應該還還好吧這個 都不能抓 蛇就可以 它上面 它上面有講說是吃什麼的食物的啊 欸沒有欸 上面沒有寫 哇這真的不能抓 為什麼我們現在遇到的東西都不能抓阿 蛇蜘蛛哥 我已經無跡可施了 要來個強訓嗎 是可以來個強訓沒有問題啊 算了我們來個強訓好了 我記得我以前早期在玩恐懼模組的時候 我是有成功抓過boss吧 一樣是把他射暈啊 可是說因為現在材料有關係 因為我現在不是用ORANGE 不是用ORANGE 那個叫什麼 我不是用那個起源啊 那個起源子彈被我射光了 而且現在不能召喚道具了 超級麻煩的 還是說用這個 不是這個 還是說我們用別的東西看看啊 我們應該有別的材料吧 可是我沒有那把槍啊 好像也不行 都不行 這個子彈好像猛的樣子 用這個好了 感覺像是第二高的子彈 射看看 有沒有辦法 傷害好高喔 但是一樣不能抓 直接被我射死了 這個子彈好像只能做傷害不能暈的樣子耶 算了我放棄了 來 林伯就來強訓你 來吧 你在幹嘛啦 你在幹嘛啦 你一定是我的了 我實際上走路可是很快的啊 右鍵 我們生小蜘蛛囉 哇 這小蜘蛛的顏色好特別喔 這些小蜘蛛根本就沒有顏色啊 他只是一個劍膜而已耶 C劍 超級 超級蜘蛛 蜘蛛獨裔 1K時間是什麼 蜘蛛網 蜘蛛網黏液 還行還行 但是怎麼馴服就不曉得了 來 看看我們的毒液 半隻都沒有吐到 再來 500多滴 欸我蜘蛛耶 我的小蜘蛛怎麼沒去啊 算了幫你帶回家好了 現在的恐龍都沒有辦法抓啦 好吧 我們現在來準備抓這隻嘟嘟暴王龍 之前都沒有抓過 我們特別來抓一隻好了 這一隻是最原始的嘟嘟暴王龍 那上面標記野生應該是可以直接抓啦 好不好 欸我們去必須調整一下位置 這實在是太混亂了 啊這地方應該非常安全 喔耶 怎麼都不能射暈 都不能暈 一定要用那個 歐靈菌 喔是唸歐靈菌嗎 我應該是沒有唸錯吧 都不能抓啊 不能抓就飽啦 我想說抓那隻嘟嘟暴王龍 我覺得應該是跟我的子彈有關係啦 他有一些是到某一個階級才可以使用那個子彈去馴服 我那個子彈應該太弱了 那我最高級的版本的子彈現在也沒了 用光了 只好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喔唷 這邊有一隻 駭鳥欸 那這可不可以射暈 我試試看好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連你也不行啊 為什麼連你也不行 哇 這個嗎 又是那個聲音 等我一下 我就不相信 這個就有辦法 果然是跟子彈有關係 我可以把那隻給帶走 來來來 小小隻的駭鳥 我們應該是可以給他吃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啦 我知道什麼了 你的食物還是滿的啊 我記得好像可以給他吃一個蟹藥之類的啊 我有點忘記那隻叫什麼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有啦有肚子餓但是好慢喔 還是給他吃哪一個 我記得有個高級一點的 這個嗎 給他亂克 給他亂吃給他亂吃 看會不會好一點 欸欸欸馬上醒來了 再睡再睡再睡 抱歉 抱歉 給你錯東西了 開起來就把我飼料全部嗑光了 該死了 如果說你可以嗑我飼料嗎 不是給他吃那一個啊 那個在哪裡啊 是這個吧 喔有了 看來這掉了 然後可以給他吃這個 沒反應 喔有欸 有反應欸 再給你吃一下 再給你吃一下 喔 抓到了抓到了 唉呀 終於有一隻手動的生物了 好 先把你帶回家 先把你帶回家 再見 好 看來呢我們應該是 必須要用更高級的子彈 才可以裝那隻 嘟嘟暴行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 原本這個子彈有沒有辦法 不要射我拜託 看來是不行 真的是要用更高級一點的子彈了 所以說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們嗆尋他吧 好不好 來吧 使用這種方式 啊 呀 終於有嘟嘟暴行龍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割草遊戲割草遊戲 已經變成 真方舟無雙了 又一件噴火 C件 C件是炸彈那一種 炸彈的那種火炎彈的那一種 最後我想到以前 早期我在玩邦舟的時候 起源版本的那個 嘟嘟暴行龍 最難抓 他是要從小寶寶那時候 開始慢慢訓養起來的 那個時候真的是蠻辛苦的啊 先來那種嘟嘟暴行龍 隨處可抓啊 裝個模組隨便都有了 是不是 有沒有 好 顏色看起來不錯啊 我還蠻喜歡這個配色的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滾吧 好 我們把他們全部都帶回家吧 好啦那我覺得 差不多今天也到這裡結束了 那個內容其實也沒有非常的多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因為那個 恐懼模組的擴展包 好像也沒有新增多少東西啊 有的東西就差不多那樣子 而且也逛了 好久一段時間了 也是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 然後呢 某一些應該是怎麼講 數據庫裡面呢 也沒看到有新增什麼 所以說其實呢 方舟真的沒什麼東西了 我們就只能近代更新 不然也沒別的辦法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在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恐懼模組 再見啦 拜拜 字幕字幕字幕製作者 李宗霖 字幕已看不見 字幕製作者 李宗霖 字幕製作者 李宗霖 by bwd6